2019年,王一博给内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,广电查到了王一博确实没有主持人证,要求湖南台对此事给予回复。 毕竟娱乐圈里没有证的主持人,他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唯一一个,单抓他一个湖南台,似乎觉得有点亏,尽管被湖南台认下了辅助主持的身份。 但是,天天向上和王一博本人,似乎对他的身份有更加清晰的认知。 在天天向上的节目简介上,从王一博加入那年开始,他就一直在嘉宾栏里,王一博自己也从没说过是他天天向上的主持人,只承认自己是天天兄弟的一员。 2018年,有一次采访时,主持人提到,你在天天向上主持节目,王一博马上反驳说,我不是主持人。 当时,郭德纲看到王一博在台上不说话,顿时触发了自己当年的伤心事,苦口婆心地说了一番主嘎和副嘎之论。 此番言论过后,大家纷纷发表意见,在汪涵、前锋、大张伟看来,王一博可能是不会主持节目,不知道在台上该怎么说话。 就像70年代的人看穷瑶剧集的哭天枪地,而90后再看,反而觉得全剧三观都有问题。 虽说郭德纲的长篇大论是因他而起,但是,王一博可能觉得,这段话跟他没啥关系。 全世界都以为王一博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,只有他自己觉得并不是,并且不解释。 2021年,广电明确指出,主持人必须持正上岗,各单位不得设置辅助性主持职位。 这次不再是针对一个人,湖南台也不能再次蒙混过关,只能继续弱化王一博的主持人身份。 大张伟一看形势不妙赶紧打圆场,一边推王一博一边说,你以为315那期呀,还保护消费者呢? 所以作者的王一博依然啥都敢,一点不影响发挥,甚至还有可能要放飞,更难的只有汪涵。